欢迎来到美国简报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 他计划解放东部城市巴赫木特和其他两个未透露的城市 泽连斯基在与记者的谈话中宣布了这一消息 他还透露乌克兰将与美国合作开始制造武器 包括防空系统 总统没有提供有关夺回城市或制造合作的进一步细节 27个适合秋季连续观看的舒适电视节目 英国每日电讯 随着秋天的临近 人们在室内的时间越来越多 每日电讯报推荐了27不在这个季节里可以一口气看完的电视剧 这个选择包括了各种类型的剧集 从舒适的悬疑片到时代剧和直场喜剧 其中一些推荐的剧集包括大楼里的唯一凶杀案 这是一部关于一群邻居调查他们公寓楼里可疑死亡的喜剧 以及福尔的战争 这是一部设定在二战期间的时代警匪剧 其他值得注意的推荐包括吉尔默女孩 这是一部温馨的母女剧 设定在一个小镇上 以及柏林机场 这是一部设定在朝鲜和日本占领时期的多代人剧 文章强调了这些剧集在秋季观看的吸引力 将它们描述为舒缓和安慰人心 许多剧集的舒适和怀旧氛围非常适合这个季节 为观众提供了逃离现实世界 享受一些令人愉悦的娱乐的机会 这个选择涵盖了各种主题和背景 从谋杀悬疑和历史剧到直场喜剧和家族传奇 确保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 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和天气的变冷 很多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可能会在室内花更多的时间 在封锁和社交距离期间 追剧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消遣方式和娱乐方式 每日电讯报的推荐 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经过精心筛选的剧集清单 非常适合秋季观看 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 娱乐和情感共鸣的混合体验 美国和中国将启动经济和金融工作组 以稳定双方关系 金融时报 美国和中国已经建立了两个工作组 以解决经济和金融问题 作为稳定两国关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这些工作组将由美国财政部长贾纳特 耶伦和他的中国同行副总理何立峰监督 此举是耶伦在7月份访问北京 以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沙利文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最近的秘密会晤之后的举措 这些工作组将使两国能够在全球问题上进行合作 例如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进行债务重组 并解决监管和金融稳定方面的问题 野火将广阔森林从碳汇转变为超级排放源 根据专家的估计 今年夏天肆虐加拿大森林的野火 释放了大约20一吨二氧化碳到大气中 这个数字可能是加拿大年度碳足迹的三倍 远远超过其在巴黎协定下的官方报告 这些火灾也引发了关于加拿大如何更好的管理野火 以及这个问题是否是全球问题的疑问 因为各国正在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由于规模和强度巨大 加拿大最大的火灾是无法扑灭的 糟糕的森林管理遗留问题 包括抑制火灾和转向预定燃烧 导致森林中堆积了毅然的枯木 专家呼吁改变森林管理方式 包括增加预定燃烧和转向耐火扩业树种 这些火灾还凸显了自然事件的相互关联性 以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 欧洲Saltime杯的争夺开始时 遭遇恶弄般的开局 英国独立报 欧洲队在争夺第三次连续索尔海姆杯胜利的比赛中 以惨败开局 他们在开场的四人对抗赛中全军覆没 瑞典新秀组合林恩 格兰特和玛雅 斯塔克以2比1输给了莱克西 汤普森和梅根 康而查理 赫尔和艾米利 克里斯汀 佩德森则以5比4被阿利 尤因和雪茵妮 奈特击败 赛林 布提埃和乔治亚 霍尔也输给了丹尼尔 康和安德里亚 美国队以4比0赢得了4人对抗赛 这在比赛历史上是首次 欧洲队队长卡特里奥纳 马修承认对结果感到惊讶 并表示 他的队伍需要在下午的比赛中表现更好 索菲 特纳通过媒体得知乔 乔纳斯要和他离婚 英国独立报 法庭文件透露 索菲 特纳在媒体报道中得知丈夫乔 乔纳斯提出离婚申请后 特纳现在正在起诉乔纳斯将他们的两个女儿送回英国 因为乔纳斯据称拒绝交出他们的护照 文件中指出 乔纳斯于9月1日提出离婚申请 但特纳直到9月5日才通过媒体得知 乔纳斯的代表表示 佛罗里达州法院已经下令限制双方父母携带孩子搬迁 特纳正在起诉乔纳斯将孩子送回英国 小松公司和日立建筑公司增加了对非洲和美国买家的融资 日经亚洲 尽管价格飙升 日本建筑机械公司小松和日立建筑机械正在增加其融资服务 以支持海外买家 小松和SBI集团已在非洲推出了一项新的建筑机械资产融资服务 目标是肯尼亚 坦桑尼亚和加纳的企业 小松还在非洲扩大其分销网络 因为该地区金、铜河股储量丰富 预计对重型机械的需求将增长 日立建筑机械已与贸易公司伊藤中和金融服务公司东京世纪合作 在北美为建筑机械销售提供融资 该公司希望确保融资不成为导致销售损失的因素 美国被穆斯林权益组织起诉 原因是近20年前的联邦恐怖分子名单问题 未报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Keyr已对美国联邦政府提起诉讼 称恐怖分子名单 该名单主要由穆斯林组成 具有伊斯兰恐惧症并应撤销 这个名单正式称为恐怖分子筛选数据集 包含超过150万人 其中约90%是穆斯林 Keyr认为这个名单被用于骚脑和羞辱 并呼吁结束它 这个名单自911袭击以来就存在 但自那时以来 Keyr已对其提起了机器诉讼 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贷款变得如此困难的原因 CNN 美国的贷款人已经收紧了贷款标准 使得许多人很难获得批准的贷款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6月份的消费者预期调查显示 信贷申请的整体拒绝率达到了22% 是自2018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汽车贷款 抵押贷款和信用卡额度增加的拒绝率也有所上升 贷款标准的收紧是由美联储的加息行动推动的 这使得资金更加昂贵 硅谷银行和Signature Debt等地区银行 最近的失败也导致了更严格的贷款标准 一些较小的贷款人可能不太可能像近年来那样提供贷款 贷款批准的下降正值贷款需求向至近历史低点之际 抵押银行家协会报告称 与一年前相比 抵押贷款申请下降了26% 北安大略省在下一次联邦选举中 可能会出现一些非常激烈的竞争 因为有了新的选区地图 加拿大CBC 在下一次联邦选举中 北安大略省将少一名国会议员NP 议会批准了新选区划分图 这意味着Algoma Manitulin Tapasgasing选区 将被分割并吸收到三个乡民的选区中 前自由党候选人西瑟 威尔逊担心当农村地区与苏盛玛丽 苏盛玛丽和蒂明斯等大城市合并时 北安大略省的独特性将会丧失 三个主要政党都认为少一名国会议员对北部地区不利 但这种变化可能会使一些政党在下次选举中受益 例如 尼皮辛·蒂米斯卡名保首党协会 对获得Engleheart Alton和Elk Lake等小镇感到兴奋 这些小镇帮助该党在2011年赢得了该选区 边界线的变化可能会使东北部分选区的竞争更加激烈 有可能出现一些选区的三方平局 然而 候选人将面临一个挑战 即在广阔的新选区中获得知名度并理解相关问题 美国商务部推出芯片法执行细则 确保中国半导体行业不会从527亿补贴中受益 VOA松人 美国商务部星期五 9月22日公布美国芯片法最后的执行细则 其目的是在对美国半导体和电子制造业提供补助的同时 确保不会让中国以及其他被美国视为安全关切国家的半导体行业从中受贿 拜登总统一年前签署的《美国芯片法》为美国半导体芯片行业的生产 研发和人才培养提供总额高达52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以便强化美国在高科技领域与中国的竞争 同时降低美国在先进半导体芯片上对外国和外国公司的依赖 美国商务部从今年6月起开始接受美国半导体制造业 以及芯片制造设备和材料行业 总额为390亿美元补助的申请 并于8月9日透露 一共有460多家公司对获取美国政府提供的巨额半导体芯片补助款表达了兴趣 但是由于如何执行美国芯片法的最后规则的细节一直没有公布 因此商务部也一直没有宣布申请补助或批准的公司名单 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 商务部公布芯片法执行细则之后 就为美国公司获取补助款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这些早在今年3月就提出的芯片法执行细则为限制获取美国政府补助的公司投资扩充 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让美国有关切的国家半导体制造业设立了护栏 同时也限制补助获得者与让美国有关切的外国实体进行联合研究或提供技术转让和许可 美国商务部去年10月进一步收紧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出口管制 禁止某些使用美国设备生产的半导体芯片向中国出口 目的则是希望借此减缓北京的技术 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进步 我们必须绝对警惕 不要让一分钱帮助中国超越我们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 本周二在国会作证时表示 如果接受补助者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和限制 那么商务部可以收回已经批准或提供的补助 雷蒙多在国会作证时表示 他正在尽快批准相关的补助申请 我感受到压力 路透社引述雷蒙多的话说 我们是有点滞后 但是我们把事情作对是更重要的 如果我们还需要一个月或更多几个星期把事情作对 我会说因为这是必要的 新推出的规定禁止 补助接收者在十年内大幅扩大相关受关切 外国的半导体制造能力 同时也限制补助接收者 与外国受关切的实体进行某些联合研究或技术转移许可 但是允许国际标准、专利许可、晶圆代工以及封装服务 新推出的最后规则 禁止补助接收者在十年内实质扩大受关切外国尖端和先进设施的半导体制造能力 同时澄清说 晶圆生产也包含在半导体制造业之内 规定还将扩大半导体制造能力与增加捷径式或其他生产空间直接联系起来 认定扩大产能5%以上就是实质性扩大半导体产能 规定还禁止补助接收者增加受关切外国半导体企业新的捷径式面积或生产线 使其产能增加10%以上 规定还将某些半导体芯片认定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因此对包括在高辐射环境下或其他专用于军事能力方面的量子计算当代及成熟节点芯片 要施以更加严厉的限制 任正非称从未说要打倒美国 美国苹果手机15今天在中国时脉 中国多家媒体刊登华为创办人任正非两个多月前一个采访 中国媒体披露华为创办人任正非今年7月在一场对话上提到 华为面对美国的制裁与打压会越来越困难 但同时也会越来越兴盛 并指出从来没有说过要打倒美国 据中央社今天引述消息报道称 今天多家路媒披露 今年7月7日南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科技日报前总编辑刘亚东在深圳一间咖啡厅与任正非进行了一场对话的内容 任正非提到认为在资讯科技的一些领域已经领先西方 根据报道任正非被问到面对美国的制裁和打压 华为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外部环境 将选择怎样的发展方向时回答 华为会越来越困难 但也会越来越兴盛 任正非表示 中国将来如果建立自己的标准体系 肯定要比美国的好 因美国的标准是从1970年代开始建立 已经50多年了 他们的衣服补来补去 到处是补丁 我们这几年新做衣服 为什么还要照着他那个标准做呢 直接做比美国好的标准 除了中国用 全世界都会用啊 据任正非说 近几百年来 西方发明火车和轮船 他们走得快 但现在 中国在资讯化的一些领域已经领先西方 我们坐在高铁上了 他们若还坐在马车上 他们要落后的 过去的进步 明天的进步 都是在比速度 任正非也承认 美国的先进文化还是要学习的 我们从来没有说打倒美国 华为也在做一些基础研究 这几年都是从海外招聘人才 以后招聘困难了 要靠国内学校培养 据该报道 任正非认为 跟西方竞争 靠资源不可能 就是要透过文化振兴 把钱赚回来 教育很重要 天才都是从少年中产生的 若中小学期不走 同志化教育 把天才给埋没了 不学英文 农村孩子永远就是农民 不学英文 将来在这个世界上 怎么就业 感谢收听 以上内容展示了 由六丢团队精心策划的最新简报 和分析摘要 这些见解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家可靠媒体机构 智库 政府来源和专业专家 我们鼓励您探索这些来源 以获得全面的视角 请记住 尽管内容可能不总是与六都Brief的官方立场一致 但并不意味着应将其视为决策的绝对指导 六 DEO团队由经验丰富的媒体专业人士 学者和杰出科学家组成 是一家开拓创新 完全独立的媒体机构 为了根据您的专业需求 定制六都Brief 您可以选择在我们的网站 六都Brief.com上订阅各种简报 无论您身在何处 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方便地收到六都Brief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各种简单